暗影将超微小气泡拍摄视频开始 首先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一个全架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支架给拧好 接触好 伤好 这边是有螺丝 然后我们用螺丝刀帮助它旋上就可以了 就在我们这边旋上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柄的一个连接 手柄首先是我们的一个小气泡头 小气泡头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插孔 有两个插孔 我们对应相对应的插孔 直接装上就可以了 还有这边的话 它是有两个多出来的一个小柱子 对准这边有一个插孔 不要装反了 装反的话会插不上 这样就装好了 还有在放小气泡头的时候 一定要向上放一点 如果向下放一点 这边会太细 它可能就会掉落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二级射频 BIO的一个安装 也是这边和小柱子相对应 这边是有两个 这边是有一个 和它去做一个相对应的 直接插上就可以 这边也是有一个六级射频 和一个超声波的 一个平滑头的一个导入 我们在安装 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根据我们操作到 不同的一个探头去连接 把这边直接拔下 就可以去更换到另一个探头 比如说我想用这个超声波的探头 这边也是一样的 有三个小柱子 对应相对应的点 直接按上 这上面会有一个 会有两个尖头 尖头朝里的话 就是向里面安装 朝外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拔下 不可以就是拔着我们这边 直接拔下 这样的话会损换我们的一个探头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脚踏的安装 脚踏的话 它这边是有两个孔 也是相对应我们的一个小柱子 上面直接插上 然后再拧紧就可以了 电源线的安装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排废水排污水的一个瓶子的安装 直接把这台上 这边它是有两个孔 我们两个真心会去对好 对好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帮我们的一个盖子向下按 向下按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会要推一下 用力去推一下 推一下 它才可以卡紧 如果你不推好的话 特别是这两边 它有两个小柱子 如果要是没有安装好 没有安装到位的话 你是卡不紧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这边的话 我们是安装我们的一个清洗小气泡头的一个酒精类的一个产品 把我们这边清洗我们的一个小槽子 清洗小气泡的头的小槽子放进插进 我们小气泡头的话可以直接放入这里面就可以去清洗 等一下会有介绍会点击我们这个页面会有一个清洗 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 产品的话我们是有一二三相对应的一个数字上面 产品上面会有相对应的数字 然后我们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像第一个瓶子的一个产品的话 它是可以做一个深层的一个清洁和毛孔的一个污入 保住我们的一个干净肌肤 像第二瓶的话 是附有我们的一个溶解黑头和杀菌抗菌和抗炎的一个效果上 然后第三瓶的话 它可以使我们的一个肌肤有弹性润滑光彩润泽 然后这上面的话是有两个旋钮 一个是调节我们一个水流的一个大小的旋钮 然后另一个是我们调节它的一个蓄力的一个旋钮 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打开我们后面的一个开关 插上电源线打开开关 然后再去点击我们这个开关 会有排风扇会有风排出 排风口的话一定不能去堵塞 要不然的话它使它的一个空气排不出 会损坏我们的一个仪器 还有像界面的话 我们是有四个探头可以选择 第一个的话是小气泡头 在小气泡头的话 它可以去作用于我们的一个深层清洁 根据我们刚才那个不同的一个产品 产品的话它分一二三 第一个我们就选择第一类产品 然后选择第二个的话 它就是第二瓶的一个产品 第三个就是第三个瓶的一个产品 跟于它的一个产品不同 然后作用于我们一个皮肤也不同 像C刚才说到 C的话也就是我们这一瓶 去清洗我们小气泡头的一个产品 去清洗我们一个小气泡头的 然后它的话我们如果要是做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边去清洗 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个吸力的调节 和水流的调节 它必须要先打开 像这边的话会有 Stop就是停止 然后这边的话 Slimby就是停止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始键 这边去选拥 然后去选择它的一个大小 像我们 像左选拥的话 它是越调越小 如果像右选的话 它是就把我们的一个吸力 包括我们的一个水流去调节大的 如果要是倒飞水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边的一个飞水 刚和刚才安装是一样的 把它掰开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水瓶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水瓶里面的飞水倒出 然后我们在副操作这个探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返回我们的一个页面 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导入 RF射频的一个导入 像导入的话 这上面是调节它的一个能量 这下面是调节它的一个时间 一般的话 我们用七分钟 就五到七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一样的 开始暂停键 像这上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蓝光 蓝光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炎杀菌 然后不操作的话 操作完以后就点击停止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二级射频 二级射频的话 我们在操作二级射频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这边的连接线没有连接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超声波的这个探头 把它取掉 取掉之后 直接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一个二级射频上 找到相对应的一个点 直接插上就可以去操作 它也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能量 然后时间 时间的话也是调节五到七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开始暂停键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探头 超声波的话 我们它是一个平行的 像为什么说会有两个一个RF一个超声波呢 像这边的话 像这个六级射频的话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我们的一个续胞 让产品导入 也可以去让我们的一个代谢更快 像这个的平头的话 一般的一般有的人他不喜欢用我们的一个导入 就是我们的一个六级射频 他感觉隔得慌 我们就可以去用一个平滑的一个超声波头 去帮助他做产品的导入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安装和页面的一个讲解操作 然后这边是它的光的一个选择 它会有光的模式 就是它会有一个持续的蓝光 还有一个闪的光 还有一个闪的一个速度 它都会有显示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是页面的调节就结束 还有我们 我们点开我们的一个选择瓶子 选择第一个瓶子里面的一个产品 我们开始 吸力和水流都调节好以后 在面部先按着它的一个轮廓线 先打湿 因为打湿的话 它不会对我们的一个皮肤有损伤 不会拉红 然后按着我们的一个轮廓线去手 然后按着我们的一个轮廓线去手 像有的人它那个脚的绳非常薄 我们也可以一节一节的去做 像在鼻头和我们的一个眉头那个部位 还有嘴角那个部位 可以着重去替它吸黑头 去吸一下角质 一直按着这个轮廓线去做 作用到我们的一个额头 额头的部位的话 我们可以竖着 也可以拉横着 也可以这样横着去做 根据顾客 根据顾客它的一个额头 它的一个平滑度去操作 一定要做稀密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吸鼻子上的一个黑头 然后这个小气泡头的话 我们就操作完 操作完的话 我们按停止选择我们的一个 第二个页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导入RF 在选择第二个探头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边的一个探头 拔掉拔开 拔开以后 去连接我们要操作的那个探头 选择我们的一个能量加减 根据顾客它的一个承受度 我们逐渐向上加 一般的话是用RF开始操作 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一个时间 一般的话是用操作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开始 然后点击开始 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蓝光 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 静静肌肤消炎杀菌的一个作用 也是根据我们的一个轮廓线 向上打圈 将我们的一个苹果肌向上堆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续胞 将我们的一个产品导入 像苹果肌这边也可以去皮特化圈式去操作 然后一直操作到额头 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涂上产品 包括一些精华呀 还有其他等等的一些产品 然后这边的话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 拨筋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的一个RF探头 六级射频探头就操作结束 点击我们的一个页面停止 返回到我们的一个主页面去选择我们的 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平滑头 平滑头和我们这边的这个头 它的区别是一个是可以做一个按摩 一个是可以做一个拨筋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有的根据每个股票 它的一个喜爱程度 像如果要是出现这个页面的话 就是我们没有连接好探头 它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这个平滑头的话和那个是一样 也是这边对好 直接就可以去操作 也是和我们RF射频操作是一样的一个步骤 直接这样去操作就对了 然后这个探头操作完以后 也是 把我们的一个探头拔掉 然后安装到我们的一个二级射频 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微电 它可以帮助我们 选择我们的一个页面 选择我们的一个二级射频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紧致 做一个紧致提升的一个效果 像我们的一个下溶溶线 然后都可以去帮助它做紧致提升 蓝光的话 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做一个 镇静效盐杀菌的一个作用 也是根据它的一个轮廓线去操作 但是你这个手探头的话 一定是不能离开肌肤的 一定要一直贴服在皮肤上 还有就是不能翘起 或者一个探头着皮肤 另一个探头就翘起 那样的话是不允许的 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眼睛 眼周围我们都可以去做 让它一个眼周围的一个眼细纹淡化 一直做到我们的一个额头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气泡 超微小气泡操作视频结束 在操作完以后 我们怎样去清洗我们的一个小气泡呢 我们首先的话是拿起我们的一个小气泡头 放入我们这边 放入这边以后去选 去选择我们的一个页面 页面的话就是小气泡这边 去选择我们的一个C号水平 水耗我们的一个清洁类的一个产品 点击开关 它就可以去做我们的一个小气泡头的一个清洁 我们以后会自动清洁 这边的话也可以去 像这上面的话 它会有时间的一个显示 我们一般的话清洁个 三分钟就可以了 像这边的话 我们是有操作了两分四十九秒 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一个清零的一个按键 这边就是它清零的按键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清洁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